上一期讲到 承治被迫订婚 他与要子的感情会如何发展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聂思雨最近有些不舒服有些头晕 江南发现后十分担心 连忙帮他去拿了体温计 聂思雨发烧了 江南守在身边贴身照顾他 聂思雨很虚弱 拉着江南不愿意让他离开 第二天一早 江南煮了粥给聂思雨 江南一晚上没怎么睡 第二天起来又去倒垃圾买水果 聂思雨心跳很快 江南向聂思雨告了白 询问聂思雨对自己的想法 却被高齐打断了 高齐来家里看望聂思雨 还蹭了江南做的一顿大餐 高齐八卦聂思雨和江南到了哪一步 劝他不要放手 毕竟江南这么好的男人很难找 江南看着聂思雨喝完了药 他退了烧 今晚也可以好好休息了 江南要回工作室看看 聂思雨说自己这段时间要出去放松一下 问江南要不要一起去 江南同意了 第二天江南来接聂思雨去度假 他们来到了度假村 恰好也是承治和耀子在的度假村 承治看到他们很是开心 但耀子就没那么开心了 他怪责聂思雨吊着两个男人的胃口 私生活太过于混乱 要求聂思雨别把城志当成备胎 聂思雨听到耀子的话很是生气 一气之下便离开了酒店 聂思雨在林子里迷路了 一不小心还崴了脚 好在江南找到了他 江南背起聂思雨往回走 聂思雨又有些发烧 聂思雨和江南的感情会如何发展呢 预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回分解